好,回來了,阿Sir,禮拜天的旁觀經濟 哦,姚占,又見到你真是開心 見你正在回答,我先說一說 現在美股未開 開了 是啊 什麼未開啊,大哥,美股未開得了 道指升了三百點,立資升了二百多點 是 最近美股過山車 香港都不枉多樣,玩個咖啡杯,擺擺擺擺 什麼咖啡杯啊,什麼叫咖啡杯啊 轉一下,轉一下,轉來,轉去都是那些位置 不過變得你暈倒了 怎麼看啊 嘩,真是難看得不得了 也不是的,我們那些網友賺到嘔 是不是啊,真是懂得走、懂得跳才行 不用懂得走、懂得跳啊,你適合時間 看適合位置進去 是不是啊,不要這樣,手痕 你手痕,你不要 就是你看錯一邊,然後就中一千 然後看錯一邊,又中一千,那就抬出場了 是不是啊 但是問題是,你聽著我們說 應該沽的,你就沽,有沽你就吃 是不是啊 多少都,就是,不要賺到盡 幾百點都賺到 問題是,就是,我們那些網友真的很厲害 很多很多,真的很多都賺到,都不知道怎樣 哎呀,怎樣報起啊 她說,我不知道怎樣報起啊 不知道怎樣報起啊 每個鐘報一次起啊 每個鐘報一次起啊 對,每個鐘報一次起啊 還有,每個呢,好像意大利總理那樣犯犯來 一會就賺金,一會就賺油 一會就賺玉米,賺小麥 其次啊,哎呀 不過呢,就是這樣 就是不要被勝利衝分頭腦 有時應該開盤就開不應該開不應該 好像假期那樣 好像假期那樣,不開不開吧 就是昨天你就算要開 就是你不開不開吧,錯了幾百點跌 就錯了幾百點跌 是吧 如果等它上去的時候,可以去到什麼價 再猜過都未遲 美股跌完未呢 當然未啦 還有啊,去到哪裡啊 阿Sir 不知道啊 我呢,就曾經跟幾個講過 我說過 那個NASDAQ 去到11661這個位置 就是大NASDAQ現貨 是 去到1661這個位置 就應該會彈彈的 那最後呢 就 overdone了一些 去到115多 是 那就彈回來了 看看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118多 是吧 是的,118多 是吧 OK 那會彈一彈的 但是呢,跌勢還未完 的 還是跌的 但是看看彈去哪裡再沽 是呀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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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邊呢 升了三百多 是吧,DOW升了三百多 我不是沒有時間看 因為我覺得這樣一定會先彈彈 彈到哪裏才會再沽過呢 那我們再看 如果是DOW 我相信還會跌 跌到哪裏呢 現在是325 325 我想會跌到 會跌到788點 就是317、318的位置 318 如果318搜不到就好 就這樣先 那他最近 跌到318不到320而已 我覺得他有機會下去317、318 如果317、318搜不到 有沒有機會DOWC在今年見到二字頭呢 當然會 會 下一個支持就是317、318 如果是 不要嚇你們 不說了 不是嚇你 總之如果DOWC見到二字頭 就是2020年的價格 是的 都是 退兩年離開而已 會的 會的 現在其實 阿Sir這陣子的DOWC為何這麼重要呢 尤其是上星期 鮑威爾說完 加半利息 接著QE又好像 縮了一點點 接著又升了一層 他說了又升了一層 好像是升人千 升一千 差不多升天 那樣 以為全都成功了 過過了 第二天就跌到900多 那如何解讀這個 這麼鬼死人 的道指呢 唉 根本就是個局 是個騙局 是個節目來的嘛 你想想 我上個星期三 我跟他星期二做完節目 星期三 接著又放假 接著又放假 星期三 我就清天 盯竹萬盯竹 我說 如果加半利息 那時候會飆上去 是 那麼 那麼 之前 就堆下來 加半利息 那時候會抽 那天 你就看到他抽一千點上去 嗯 嗯 好了 但是那些人在傳什麼呢 就 第二天 才傳 初頭 初頭有一個網站 是 這個網站 真是 搞笑的 這個網站 經常出一些偶像新聞 嗯 就說 加0.75 嗯 那他還沒宣佈 他還沒記招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是對的 是 加0.5% 是 是 因為他這個網站出來 就說加0.75 就是 這個網站的那些傢伙 認識一點 不認識一點 就像人家搞個網站 天天就出幾 一萬幾千條 那些 那些 信息 搞到你頭暈老丈 不知道看好 還是不看好 我現在直接刪除了 看好還是不看 神經病 可能認識一點 不認識一點 又不認識 又不認識金融 有一個網站 已經是很久的 很久的網站 有很多人看的 他出的那些 他出的那些新聞 或者出的那些評論 有時候我都會笑 但無論如何 不要管 你可以看到這個市場 真的懂得金融 或者懂得分析的人 真的不多 是 所以呢 你經常被外面那些東西 帶走了 那些人不看黃道財經 你自己的損失 為什麼有些人 幾萬元都肯來聽你說 就是 大哥 幾萬元 一年幾萬元 全世界有什麼 網站一萬元 幾萬元都會聽你說 還是不少人聽你說 還要排隊 是 是 不要說幾萬元 你現在只會 這一潮 跌下來 也好 抽上去跌下來 也好 賺多少 十年的會費 有些大戶 賺不到 避開了也會當贏 避開了也會當贏 是吧 即是古古惑惑 逢親在這些環境 很多人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其實聯儲局從來 應該我沒記錯 沒記錯 幾十年 從來都未加過0.75 是 他是加過0.5 0.5 他可以加幾次0.5 但是兩三次0.5 但是他是未加0.5 第一 第二 每個人都說加0.5 就是0.5 加0.5 那麼 加0.5 就 市場 就捉住 鮑威爾說 0.75 不是我考慮之列的 那 一說0.75 就是我考慮之列 那那些大戶 當然是抽上去 那些人 就沽了那些 看那個網站 以為加0.75 賺下去 那些 就死了 但是這一下子 就夾 夾那些 那些猛的 是 那些什麼叫做猛的 那些書友 那些 那些就是猛的 說不會有負數 不會出現負數 那些猛的 夾那些書童的 那些人 不會停的 他就停給你看 就是夾這些 你知道嗎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些人 說得這麼明顯 一會兒 又以為我在做什麼 又把我標籤了 又什麼又測了 大家聽得明白 聽得明白 就聽我說 那些書友 那些 不是同一班人 就是同一類人 同一個老的人 同一個老的人 那些人 那些又難倒又有錢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那些人 又書童又書友 那些人就輸獲金了 那些人 然後說 不是 0.5 再上去就掃 不要緊掃 掃 掃 掃完之後 第二天就落下來了 對凸 對凸也不要緊 你那些人還沒死 再踩你一腳踩多 踩到500點 總共跌了1,600點兩天 是 升了1,000點 跌了1,600點 那些人就死了 死了 然後回去儲錢再來 再想辦法 是不是 是不是 又被人相規 會不會 市場是不太相信 鮑威爾可以禁止通脹 因為今個星期 美國就出了通脹數字 當然 應該都嚇得死人 通脹數字 是不是市場覺得 你做不夠 或者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所以堵了你的市場 擔心今個星期 出了那個通脹 四月的通脹 不要管 通脹多少 通脹都是拿來炒的 一定是拿來炒的 8.5成一次 要他再出來 可能是高於8.5的 英國都說 我們估計年尾去到10 英國都去到10 歐洲7.5了 是不是 日本好像不知6點幾 全世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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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厲害 2 2 1.5 他說2 好了 你的通脹出來 你估計 你估計 我講了很多很多次 這次的加息是按不到通脹的 是 是按不到的 因為這次的加息 不是因為 demand pull 不是需求拉動 是 根本就是cost push 根本就是shortage 就是沒有 你不可以突然間不打仗 突然間沒有那個疫情 突然間沒有了那個 關稅 突然間沒有了 地緣政治 是不會的 是吧 所以你怎麼加息也沒有 唯有 那個通脹何時會下 就是加到衰退 是 加到衰退 真的沒有人買東西 沒有人做事 人人都窮得那隻鬼 那你就去搞 現在也有很多人說 我指的衰退 說美國第四季開始衰退 他第一季也有跡象衰退 是 他的GDP負1.4 是,負1.4 是吧 要不要再說 我早就說了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早就說了 不過慢慢兌現 兌現的期間 很多人不是撿我們口水尾 才發現 原來會衰退 原來通脹不會下降 原來加多少息也沒有用 原來股市真的會下降 但是我們的網友已經把錢放進袋裡了 是 報戶可能多了一兩個零 是吧 是吧 所以 好,我們再說回那天 那個人呢 加0.5 是預期的 通常呢 就銷售公司 是 是吧 會加息一下隊 星期五就隊 是吧 星期一就沒有什麼怎麼動 是吧 星期二就動幾十點了 好,星期三 就是晚上 他就 就是 就是 又是沒有什麼怎麼動 跟著呢 開會加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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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隊我就買了 是吧 好的,我買了 我買了上去之後 那些大會怎麼捉住呢 就捉住 鮑威爾說 加0.5 不是他考慮之列 是吧 那麼每個人都聽到 0.5一定不會加的 那麼每個人都在 你傳我傳我傳我 一傳十十十八 就抽上去 嗯 抽完上去之後 你看到是一堆打把盤 去到某個層級 又是不計價出來掃的 嗯 掃完之後 睡覺了 第二天回來 那些人又說 喂,鮑威爾說 6月 7月 MOMC 都會加半裏 是的 都會考慮加半裏 是的 好了 那麼有很多人說 會加到2.5厘 3厘 總之盡快加 因為你實在太落後了 如果以一個 如果以一個 中央銀行 你看著通脹 8.5厘 就算你的Core PCE 都6.6 是吧 那你會加到多少呢 其實應該 你要加到通脹回落 從書本上去 衡量 你就會加到通脹上高0.25 是,通脹上高 是吧 那你即是要加到6.875 是 那你現在多少 對 有時間去搞 哈哈 0.5,0.5上也有時間 0.5,0.5上也有時間 再加兩年 才會到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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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再加回落後 那些人就開始全衰退了 是吧 衰退便加回落 好了 那你今天彈上去 今天彈上去 根本就是 做就你的港股 嗯 嗯 根本就是現在的港股 是多少 看一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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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1,9,5 你當 是 今早的港股 又會加進去 是 今早的港股 好像加進去 190 是的 即是那個期貨 是的 你今天 昨天你彈得這麼厲害 即是我們沒有市場 美國這麼厲害 昨天美國彈成 美國彈成 美國彈成2% DAL下跌成600幾點 嗯 接著 還有 S&P跌3.2% NASA跌4.3% 4.3 是 NASA好像散了 NASA已經入了熊市 你不要指望NASA會好 嗯 DAL還沒有入熊市 是吧 好了 那你 你一開出來 其實 指數是下跌的 是 那麼 接著 就 就 中國大陸開 他的指數開始升了 即是外圍的指數開始升 大陸開始升 香港就跟了 大陸開始升 香港就跟了 因為今天很多 因為今天很多 那些Long Fund要買貨 嗯 那三個店一條算 一起跟你推上去 那些Long Fund不買 那些Long Fund買齊 我不知道什麼 可能195 196 那些都買齊 是 那開始又拌回 那這兩天怎樣呢 因為那些大會一定是要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唱談環球經濟和圓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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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Nepent 好嗎 好嗎 我們也是 好嗎 好嗎